这个智慧呢 是代表见地 有没有智慧 就是看你的眼光 是不是准确 是不是看得圆 没有智慧的人 是看不圆的 有智慧的人呢 他现在看到的当下 就是无量百千万亿节以后的当下 现在看到你做的这个事情 对人类众生社会个人有利益 你就再经过百千万年 也同样对人类社会 身心有利益的 为什么古圣人 像孔老夫子 像佛陀 他们的言论 几千年 两千五百年后 到今天还那么深邃 那么历久禅心 因为他有智慧 他有这样的眼光 我们现在人你看 这个流行的东西 今天流行这个 明天就流行那个了 他马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人类的眼光 一般人的眼光 是太短浅了 你看不到 真正有利益的东西 所以呢 由于智慧管大 你就能够承担重任 没有智慧的人 他承担不了 所以下面你看 二币 四币 六币 八币 十币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 二十四 乃至一百八千万亿 八万四千 摩托罗币 这个 币啊 代表承担 我们挑东西 用肩膀去挑 就是你有这样的头脑 有这样的智慧 你才能够承担一切众生 那么一个头 是针对着两个 两个胳膊 我们人 以人为标准 但也有一个头 有四币的 像四币观音 他就是四个币 还有这个 更多的币 就是指啊 一个脑袋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有智慧 你就会有承担 没有智慧的人呢 他什么事情都 不敢承担 不能承担 要承担呢 也是下承担 你没有智慧嘛 没有头 你要挑东西 连眼睛都看不见 你挑什么呢 那一挑就会晒脚 找错路 这个摩托罗币啊 翻译成 汉字呢 又叫 大总之门 总之门 就托罗尼啊 是总之 摩呢 又是门 又翻译成大 这是总之门 你只有 只有 进入这个门 你才能 产生 一切力量 这是 学佛修行 也是 你 觉得自己有智慧 你只有承担了 你的智慧 才会有效果 你不承担 你说我有智慧 但你啥事都不想做 那你是没有力量 所以智慧 要落实在自己的承担上面 承担世间的事情 你的力量才会显化出来 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人 他这个学习佛法 也有 对佛法也有所理解 有所体悟 也觉得佛法很好 但是呢 总觉得自己啊 度众生的力量很弱 没有那种勇气 去度众生 是因为他不敢承担 不敢承担 如果你承担了 那这个力量慢慢的 就会显发出来 所以呢 大总师们 就是让我们通过智慧的开发 把内心的这种力量呢 显发出来 成为度众生的渠道 你每一承担一件事情 都是在度一个众生 这是很重要的 下面还有二目三目九目 乃至一百八百千 八万四千清净宝目 这是指眼睛 这个眼睛呢 有两种情况 如果前面没有讲手 没有讲这个头啊 那么这个目就代表智慧 叫智目行足 从自己修行的角度来说 眼睛为足 脚是其次 那么从力众生来说呢 头为足 然后肩膀的承担为其次 你看智力的时候 我们要智目行足 现在在修行的路上 先要看到路 破剑后 破剑后 然后要开始在这条路上往前走 破丝后 这是剑丝二后 代表这个眼睛和脚 两足 这是表法 那如果是利他 你先有智慧 具足的智慧和承担 那么剩下来的是慈悲 所以这个目啊 是代表慈悲 在这里 这里 别人有痛苦 你能看得到 你看到了 那是慈悲 因为他前面 手是代表智慧了 所以他的慈悲 是八万四千 清净宝末 一点都不会受污染 为什么不会受污染呢 就像我们平常的人 有一点慈悲心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时候看到这个人 会产生一些 不高兴的想法 比如说 你喜欢的人 你去帮忙 你不喜欢的人啊 你可能就不想帮忙 这就是 你的目不够清净 有分别心 那么观音菩萨 他能够产生八万四千 清净宝木 他看到任何一个众生 需要度的 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 负面的这些情绪出现 这清净宝木的功德 以他的大慈悲心啊 遍复在一切众生的份上 所以呢 他的眼睛 顾及到一切众生 那我们如果念到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能够看到我们内心的焦虑 不安 你念多了以后 你的心就暗了 那他的光明呢 智慧的光明呢 慈悲的光明呢 他一直在照耀着我们 那么现实有这样的承担 有这样的智慧 还能够有这样的慈悲 所以 后面说 或慈或微 这是慈悲 柔顺 或者是严厉 严肃 威力 不一样 如果这个人是刚强难调 他可能用 威仪 设施他 我们讲 戳家人修行很有威仪 或这个居士学佛很有威仪啊 威仪的意思是 有威可畏 有仪可敬 他这个仪表一站出来呢 我们自然产生恭敬心 这个前几年 北大有那么几个老师 跑到这个四川射达五名佛寺院去 到那边去了以后呢 他看到 有六七个 这个小小喇嘛 就六七岁的那种 很小的 哪一个金板在那里 精行 绕佛 哎呀 他们觉得想得上好啊 你看你看 有小喇嘛过来了 他们老想说 跑过去摸摸他的头 我看到小喇嘛觉得好玩 摸摸他他头 当他们慢慢慢慢早进的时候啊 他们不约耳同的 跪下来给他顶礼了 为什么呢 小喇嘛拿着金板 就是像狮子 狮子儿 小狮子虽然小啊 他毕竟是百兽蚊子皆脑裂 谁也不敢欺负 像国王虽然小 谁敢在国 这个国王 不是太子 国王的儿子 不管他多小 那老百姓不敢欺负他 佛经里面说 小沙民虽然小 他也是福的儿子 不能欺负的 我们大家有没有对 对这个出家师父啊 我看很多句式 其实不如法的 他们要里面去叫师父 他要叫小师父 师父跟你说一句什么话呢 他还说 哎呀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还多 我学福的时候 你还没有出声呢 你还说什么呀 有些居士还会这样子看 那小孩子认为 现在他献的这个出家像啊 也很难得 但这里面也也是有互动的 就真正很亲近的出家人啊 或者很发心 有这种善根因缘 可能会让终身 让居士啊 生恭敬心 这是北大一个老师 他亲自告诉我的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去的 他看到那个小喇嘛过来的时候 拿着金棒 开始大家都觉得 说说笑笑的 很好玩觉得 想过去摸摸他们的头 结果一过去 他马上发现 这些小喇嘛的 这个身心啊 都是透明的 就你一看到就能看到他 就能看到佛法的那种感觉 他就给他跪下来磕头了 磕头了 那小喇嘛也是 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他不会不好意思 他很习惯 也给他这个头摸一摸 也给他头摸一摸 他觉得很可惜啊 非常有意思 所以当时他去了六个人 有两个就在那里出家了 在那里出家了 就那种那种气氛啊 就给人很清静很透明的感觉 所以呢 有些这个威仪啊 就是有这个威在那里 不是发威 不是在那里耍磕是吧 是让你马上能够生起恭敬的心 那有威可畏 畏惧 害怕 有些有些人 他见到师父呢 什么问题都没有掉了 他怕是 你说他怕呢 他也不是怕师父打他是吧 这问题没有掉了 那师父说我哎呀我我很多问题想问你了 见到你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问题了 哎走到一刻呢 他天天就想哎呦 这个问题也不懂 那个问题也不懂 还是有很多问题 哎呦这个原因 有威可畏 但友谊呢 可敬 仪表 所以要或威啊 或磁 那一般来说 刚强的众生 用威去射 这个 自卑心重的 柔弱的众生呢 用磁心去射 非常慈悲 像自己的磁魔 一样 那这样子呢 这个众生在你边上 就不会有任何的不安的感觉 那同时也可以或定或会 也可以表现出他如如不动的一面 任何人来考验他都没有关系 也可以表现出他很有智慧 那实际上 我们自身的修行 为什么学佛三步曲 第一步是培养福德 第二步是修行定力 第三步是开大智慧了生死 是学佛三步曲 第一步 你一定要福德的基础 一定要劳 也就是你做人 起码做个好人 然后你对人世间的烦恼 应该能够看得通 不需要佛法的高深的知识 你就应该做一个好人 然后让自己呢 过得很平静 没有太多的波折 没有太多的毛病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 福德的基础 有这个基础以后 那我们开始要锻炼自己的定力 然后要锻炼自己的知见 开大智慧 这是福德为基础 勤修戒定慧 戒就是福德 定和慧 这整个学佛的三个内容 这叫 慈悲和慧 都是福德所感召的 是福德所感召的 就是你一个人做人 做得很有正义感 那么身边的人 对你自然会产生 恭敬和畏惧 一个很有正气的人呢 在你旁边 邪气邪念都不敢生的 如果我们正气不够呢 那么旁边的人 就会生很多邪念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 就说前面是 慈和慧 是以福德 就根本 那么定和慧呢 是实修 实修 叫定慧等慈 那我们在用功的过程当中 除了福德的基础以外 其他的一切修行 全部不离定慧二字 有些人是以定 引导慧 是以定为前提 比如说我们一天 念念经打打坐 少打妄想 这都是有向的定 以定为前提 因为你身心安定下来了 然后你慢慢慢慢的 就会了解很多心理活动 也会了解很多社会现象 你不会随他所赚 因为你有定力 那这样子呢 是以定 引导慧 心量慢慢的会打开 很多事情 慢慢的会了解 就是 自己现在很不会用功 心很乱 因为你通过定以后呢 慢慢慢慢不乱了 那么从乱到不乱 这个过程 你自己经历过了 经历过了 其实就是智慧了 所以没有另外去求智慧 只是在定的过程当中 如法行持 他的会啊 就增长起来了 了解到我们从开始搓家 开始修行 或者开始皈依 到修行 到最后 到今天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让自己的定力不停的增长 所以以定来引导会 这是一个路数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以会来引导定 那就是文实修 就是先要听文 正法 看书 看完了以后 我们就去想 思考 我们想通了 把人世间的事情 全想通了以后啊 你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 有些人 有些人烦恼都是想不开 比如说 两个人要炒炒掉 然后呢 其实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也不是很多 房屋也不是需要很多 这个房间也不需要很多 一生几十年 用到的东西不是很多 那 让我们烦恼的那些 可能都不需要的 都是不需要的 这不是必要的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常常是为这些事情去烦恼 你说我们人这一生 平常 为自己死亡 烦恼的 不多的 那有多少时候 说哎呀 我不这样做 我就会死 这样做 我就不会死 这种选择的机会很少 几乎没有 那么除了这个 死亡 是我们必须需要保护的 这个生根以外 其他的那些 其实都不是必要的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但所有的烦恼啊 基本上都是 无关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你听闻多了以后 懂得很多的道理 慢慢就看得开了 看得开了以后呢 心就不随他们撞 心不随他们撞 就是定力 所以文师的定力啊 比你坐在那里 持戒 灭佛的定力啊 要更加 广阔一点 你坐在那里 在房间里面 可能是能够定的 离开房间以后 就定不住了 没有境界的时候 能定的 境界现前就定不住了 但是如果你的 文师思考了以后 你的光面 改变 那你这个定力啊 就越来越强大 所以真正修行 特别是解脱道的人呢 他一定是先破见后 然后才破失后 见后呢 就是智慧 失后就是功夫 就是定力 达到的 那也有人 先修这个四常八定 最后修灭剑定 那就是从定力 开智慧 灭剑定修完以后 他见识或破网了 就证罗汉了 所以先从定力 然后才开智慧 由于定力了以后 你慢慢会看清楚 轮回当中的这些现象 所以或定或会 这是菩萨 他展现的 视线的这个众生啊 视线的这个容颜上面的一个 不可思议的地方 他可以显示在那里打坐 坐一年半年 八万四千截不动 也可以 你有定力 我就给你比定力 比得你没脾气的 你就跟我学 菩萨也有这样的 有时候看那个 为什么 这个维摩金说 菩萨游戏 游戏神通 游诸国土 在一切国土当中 游戏神通 对他生命来说 是非常自在 没有任何的障碍 那么 也有些呢 他在游戏神通的 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像疯子一样 像济公 济颠和尚 道济尘尸 他像疯子一样 通过他的行为 是展现出 我们仿佛的执着 在他面前 是变得 一文不值 那有些人 很光明堂皇 在济公 显示之下呢 就变得 这些光明堂皇的背后 都有很多的 黑暗 只有一个 内心光明的人 他才能够揭发 这些人 所以 都是不可思议的 展现 或者是定 或者是会 救护众生 得大自在 他能够 救护众生 这个救和护呢 就是 随众生的源 如果我们 需要救度 那菩萨会救度我们 了生死 这叫救 护呢 就是 我们不能 了生死 像有些人 到庙里去求神 这个求佛 烧香 只求菩萨保佑 不求自己了生死的 我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刚幸福的时候 哪里知道了生死 只知道求菩萨保佑 就不得了了 是不是 那很多人学 最初都是求菩萨保佑的 那求菩萨保佑的 那菩萨只能什么呢 只能护众生 就他给你慈悲 给你加持 就是保护你 让你不要痛苦 保护你在这里 再好好的轮回 就是了 你没有发愁理心 那怎么办 他又不能救你 他只能护着你 使你不要受那么大的苦 所以观音菩萨 他的慈悲 即便你受苦 我也护着你受苦 就像有些年轻人 看到这个自己的父母亲 爷爷奶奶老了 思想上有代沟了 老想以自己的思想 去改变他们 老觉得他们 你思想过时了 老了没用了 你就不能去护持 他们的思想 真正的孝顺 为什么是顺呢 真正的孝顺 就是你要护持 他的想法 他今天要这样 你要护持他这样 你可以 可以想办法 让他了生死 但他如果 你了生死的 这个意向 这个想法 根本就不可能有 那你也要保护 他的想法 使他不要在 轮回当中 受更多的苦 这就是护他 护众生的念 如果他因缘一成熟 那就救他 让他出来 他不出来呢 你也要护着他 这是一方面 就是没有发起 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众生 观音菩萨同样 也会护他 也会护他 那么发起来呢 救他了生死 另外一种呢 就是 发起菩提心的众生 这是他护着我们 去成佛 这个护啊 是指 不是指 一次两次 而是指残期的 就像护送一样 保护我们 一直 跟佛菩萨相应 跟观音菩萨相应 你从发心的时候开始 那么你一直下去 他一直保护着我们 所以 我有好几个道友啊 他就是 长期的持送大悲咒 他们告诉我说 大悲咒特别灵 那个圣凯法师 他就是长期持大悲咒的 现在是 清华大学的不事后 不事后毕业了 到南京大学去 当教授可能 但他在世间法 初世间法 就是佛法 这上面的成就都很高 什么道理呢 就他觉得 遇到什么困难了 就是持大悲咒 你看观音菩萨 他就是菩萨的 根源通 解脱一切 烦恼的这种智慧 他圆满具足 同时呢 大悲咒里面的 那些大悲神呢 都直接是保护我们 在轮回的世界里面 你要求什么 他都帮助人 这是护持我们 还有个 如果我们要发起 修行的时候 我们在修道路上 你不停地持大悲咒啊 那我们很多的 这个外缘的障碍啊 就是自然的就会 被隔离开来 就不会遇到太多的障碍 这也是护持我们 安心犯道 安心了生死的 这一面 所以他能够救护众生 而且是得大自在 观音菩萨 又叫观自在菩萨 得大自在呢 是一方面是救护众生 使众生得大自在 另外一方面呢 他要献磁献威 献这个电献这个慧 他要救护众生啊 那是易如反掌 非常的自在 没有一点点的障碍 这是观音菩萨的第一种 献荣不可思议 视线这种荣言 在座的诸位 如果让你视线一下 猪的荣言 你们敢不敢献呢 可能没有人敢献 那个常宗主是说 东家做马 西家做驴 那就是他敢献 敢视线做驴做马 但我们仿佛也不能轻易的说 我不往生了 我来生要视线做猪 那你可能就只能做猪了 那他有这个底气 有这个本事 所以他才能够献一切像啊 都能够自在 所以有些人说 这个 佛经里面讲 这个 女人呢 夜占众 所以要献男生成佛 女生不能成佛 那观音菩萨呢 他偏偏就要视线女生 给我们看看 就告诉女众啊 你们不要以为 女生不能成佛 女生更有慈悲 你看大悲 观世音菩萨 他是以悲 以慈悲 作为法的标志 标志 四大菩萨 文殊菩萨 以智慧为标志 普贤菩萨 以恨 大恨 就是实际的修行 十大愿望 为标志 地藏菩萨 以大愿为标志 这个观音菩萨 就是以 大悲为标志 所以他经常视线的 是女众的身 他也能够得大自在 所以身体 实际上是一个外向 是一个壳子而已 不但人的身体 是一个壳子 就是所有畜生到的身体啊 也同样是妄想 坚固 所产生的 所以不能着在外向上 所以第一种不可思议 第二种不可思议呢 说二者 由我闻思突出六成 如生度缘 不能为爱 故我妙能 现一一行 送一一咒 其行其咒 能以无畏 施诸众生 事故十方 微成国土 今明我为施无畏者 这是观音菩萨 最大的一个 在我们娑婆世界里面 最大的一个称号 事无畏者 最高的荣誉 我们人 一般的人呢 最畏惧的是命 首先是命 对我们生命 产生影响的 那我们会畏惧 除了这个命以外呢 伴随着命的 是欲 就是你想得到的东西 你很怕失去 怕失去就是畏惧 是欲 第三个呢 就是仇恨 因为贪心 所影响的是欲 我们有贪心在 所以我们就怕失去 有诚恨在呢 我们怕别人来抢我的东西 怕别人对我 不利 然后 没有贪心和称心的时候呢 我们就担心我会死掉 就是 所有的畏惧啊 害怕 就是这三个方面 所以 对于命的执着啊 胜过一切 对于 无名 带来的这些愚痴烦恼 也胜过一切 所以有些人啊 来跟我们说 师父啊 我现在很烦恼 为什么烦恼呢 这是我身边的那些人 他们不修行 这个人又干扰我 那个人又干扰我 这个道常也不清静 那个道常也不如法 他讲了一大堆 那么 如果你问他 你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你是不是用智慧去观察了呢 他妈就发现 没有 如果你用智慧去观察 所有的地方 都会成为你修行的地方 正因为没有智慧啊 是无名做前导 所以总是挑上提示的 总会向外去持求 向外持求 使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 我们有畏惧的心 害怕 需要找外界来支持我 你看我们几十年 是不是一直在找外界支持 需要更多人支持 更多物质来支持 更多的什么地位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支持我 好像这样子活得才会舒服一点 事实上呢 我们每个生命 你内在的智慧保障打开了 不需要有任何支持 所以 观音菩萨 他最大的 这个 失无畏的荣誉啊 原因是 由我文思突出六成 由于听文和思考 文思为基础 突出六成 这就是修 不会被六成捆住了 从六成像 我们过去讲这个五花大绑是吧 绑子绑住你 这里是六成 六根绳子 把我们捆住 从六成脱开以后 那么我们的心呢 就没有障碍 所以我觉得 即便是一个凡夫 我们这一生 你能够把六成放下 就是还留一个我职在 都感觉很清静 你看看那个老子道德经 你就会知道 虽然老子道德经 还没有见到 也没有开悟 当时那个境界讲得 是非常自在 你看不说 在这个世间 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污染得了老子 他就有这么清静的感觉给你 尽管他还是凡夫 所以你如果只是从六成当中 暂时的脱离开来 你保持我直 这是暂时的脱离开来 虽然没有解脱 都已经很清静 六成已经捆不了你了 但是如果你不解脱的话 虽然暂时能够脱离六成 但那不是真正的脱离 就像那个贼 你今天在家里 灯开的亮亮的 然后小偷呢 跑到门口一看 我家里有人 他不敢来了 跑掉了 你明天要是不开灯呢 可能他就溜进来 偷东西了 我们打坐用功的时候 也像这样 你开始提起绝照的时候 说哎呀 色神香味处罚 好我不要了 我现在就好好用功 你提起绝照的时候 有光明在照耀自己的身心 照耀自己的这个窗户的时候呢 这个节不敢来了 我们的六根 像六个窗户 眼睛两个窗户一看 你要是没有起绝照 你的眼睛是瞎子 你一看就被那个六成给拽走了 你起了绝照以后呢 眼睛看是看见了 但是不随他撞 那你眼睛就有光明 耳朵也是一样 天使听到了 但是不随他撞 你耳根就有光明 所以这个家里面 六个窗户都亮着灯 这个贼就不敢来了 他进不来 偷不了东西 那有一天你没有光明了 好 这小偷马上就进来 所以六贼是这么来的 天天来偷东西 把我们的功德保障 都偷来偷去 偷得剩下一个穷官当 就变得没有智慧了 所以呢 真正脱离 这个根层啊 要一起了断 因为你现在 关照的时候 保护一下 不关照就不行了 这是不可靠的 但你现在如果不关照呢 你连根层一起脱离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现在用功 还是要把尘舍掉 把根好好的留住 先看住 看一段时间以后呢 等你这个力量足了 愿意把这个世界舍弃掉了 把根层烦恼舍弃掉了 你再来把这个能层一起舍弃一下 这是观音菩萨 他听到了这些道理啊 想通了 那么他就 特别从六层当中 脱离开来 如生度远 远就是墙壁 墙壁断圆嘛 不能为爱 这声音他能够穿透 这个墙壁 没有障碍一样 就是六根对着六层 虽然在对 对的时候 也没有障碍 我们的心 有时候也像墙壁一样 也很坚固的执着 用功修行这个心呢 也可以像墙壁一样 所以那个 达摩祖师 他说 内心诸园 这个外心诸园 内心无传 心如墙壁 可以入道 外心诸园 也跟园 射成 跟园生成 所有的一切外园 都给他暂停下来 内心无传 外界的六层停下来以后 心里面不要在那扑通扑通的 在那里 不安 让自己这颗心休息 很简单 不一定是打坐 你躺在那里也一样 走路也一样 你可以让自己这颗心 休息一下 乘车也一样 坐在那里 外面的圆 舍弃了 内心让他休息 这个时候 这个状态 你的心就像墙壁一样 把外层隔开了 这样子 你可以入道 不是已经入道 只可以 可以在这里用功 成片了 然后把人所断了 心如墙壁 可以入道 因为菩萨有这样的功德 说 故我妙能 献一一行 送一一咒 也是身口两页 这是指内心 因为能够 脱出六层 一夜 身体呢 就视线 夜一生 深夜 口能送一一咒 这个一一夜 是指无量 无量就是一 一就是无量 一一两个在一起呢 有人说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一加一 可能就等于无量 两个一啊 是指所有的一切 其行 其咒 能以无畏 施诸众生 就是他的形状 不是随便的显现 他的威德 也不是在那里摆设的 而是对众生 有什么利益 他献什么像 没有利益 不要献这个像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讲讲法 这个大家要讲佛法 也需要有人请 请法 以示恭敬 当然有时候 他没有请 因缘成熟了 也与众生 做不请之有 他不请 难道你就不讲吗 那仿佛都不请 那佛菩萨都不能讲了 是不是 这因缘成熟啊 还是要讲 这主要看因缘 那么 能够以 无畏 施诸众生 就因为他有 对众生 救护的 这样一种 慈悲 所以他才能够 以无畏施诸众生 我们仿佛畏惧的是命 是欲 是失去 是见到这些 遇到灾难 我们对这些都有害怕 那么 那观音菩萨呢 他能够使我们这些 害怕的心理啊 消除掉 同时 有很多人在修道路上 因为遇不到善知识 因为自己修行啊 法门还不能落实 自己的心中 今天想修这个法门 明天想修那个 心里不踏实 这个时候 我们也会有畏惧的心理 那如果你 怕自己 不能了生死 修行不能成就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求观音菩萨 最好 他就会以我们 这个无畏的心态啊 无畏的妙宝 布施给我们 所以无畏啊 施诸众生 布施 事故 十方 威尘国土啊 所以一切国土 不只是我们 说普世界 都是叫观音菩萨 为施无畏者 这在法华经 普明评里面 这观音菩萨 也讲过这个事 这是 皆好为 施无畏者 好 观音菩萨 这是说咒 无所畏惧 就他能够现行 能够说咒 他一说咒嘛 那我们就得度了 就有救了 第三个是 受供 无所畏惧 由我修习 本妙圆通 清净本根 说由世界 接令众生 舍身珍宝 求我哀名 啊 这个你看 这是第三个 无所畏惧 第三个不可思议 这不可思议是什么呢 说由于菩萨 修习 最微妙的 根 圆通 法门 他得到了 清净的 本根 就是 证悟了圆通 他所游的世界 无论 无论他到哪里 游行 度化众生 他都能够使众生 或者是令众生 舍身珍宝 求我爱名 这个舍身珍宝 一般的人呢 对于自身佩戴的珍宝 是最珍贵 最舍不得的 但是观音菩萨呢 非要让你从你的身上 把你的珍宝啊 布施出来 求菩萨 哀名 色寿 求菩萨 加持 这是 不可思议的地方 为什么是不可思议啊 就是如果按我们 一般的防腐心 我们讲这个人 怎么这么贪心呢 我带着身上的东西 他都要 是不是很贪心呢 但是 我们防腐 往往是 对自己佩戴的东西 就是对于我值 最强大的 延伸 因为执着有一个我 所以就执着有我的身体 因为执着有我的身体 就执着有我的东西 在我的东西当中 佩戴着身体上的 当然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这种执着啊 还是很肤浅 不是最根本的我值 而是我值延伸出来的表现 我们以前不是跟大家讲过 凡夫对我的表现 分开四个层面 一个是我所 就是 舍身珍宝 珍宝的部分 就是我所拥有的东西 汽车 房子 钱财 地位 名利 都是属于我所 那其次就是身体 再其次就是思想 再其次就是 没有思想的状态 我们这四种 我值的层面 只有你思想全部放下 这才是真正的我值 你把这个东西破掉了 我值就破了 你如果只是说 身体有我值 我不如自杀算了 那你自杀了 也不能破了我值 因为思想还在 那你说我思想也不要了 我停在那里 像石头一样洒掉 那洒掉了 我值也在 也没用 所以 必须把最后的 我值的根破掉 你的生死轮回才结束 那么轮回结束了以后 你的果报的身体和思想 还照样在 只是被净化 你所拥有的东西 也可以照样在 你照样可以挂项链 照样可以戴戒指 但是 他对你的 这种束缚 已经没有了 所以凡夫 为什么菩萨 他要游行世界 令众生要舍弃 身上的这些珍宝 这就是我们凡夫在这方面 带来了太多的痛 但有一句话 他们说这个师父不贪 多多益上 我们是把他拿来当笑话 但事实上 一个不贪的师父 他确实是多多益上 你供养佛的功德 为什么比供养一般的菩萨的功德大呢 因为佛 他舍弃的更清净 正物的境界更高 他换句话说 他不贪的情况更纯洁 菩萨还有贪法 二层人还贪涅庞 但是比防腐贪 作无欲他要好得多 所以供养他们的功德 就比供养一个防腐的功德要大 如果一个贪欲很重的 你供养给他 可能不但没有功德 还有罪过 你满足了他的贪心 使他的贪心更加变本加厉 那不是害他吗 那不是有罪过吗 所以啊 这个观音菩萨 他有这一点呢 是不可思议的 这按我们人间佛教来说 好像不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向别人身上挂着珍宝 让他来求我哀鸣呢 但菩萨有大慈悲心 他可以这样做 这都是我们不可思议的地方 如果在座的诸位 学懂一点点佛法 然后去跟别人讲讲法 你就说 我讲法你要供养的 有些人会这样子 所以我为了破除你的我值 你把东西都给我吧 我上一段时间还在那个 那个QQ的QQ里面 还看到有个人 发了一条这个QQ的短信 不是短信 叫留言 他说这个 我是一个好人 说自己是上帝派来的 是怎么怎么好 然后呢 你就把你的所有的东西 供养给我吧 把你的存者供养给我 当然是一个开玩笑的话 也不是什么真实的 谁也不会相信 凡夫 如果说菩萨有这种德行 是不可思议的 你也想模仿 那你最后就大得不得了 也就像供养一个贪心的人一样 你越供养 他贪心越严重 第四个不可思议的 是者 我得佛心 正与究竟 能以珍宝 种种 供养 十方如来 旁极法界六道众生 求妻得妻 求子得子 求三昧 得三昧 求长寿 得长寿 如是乃至 求大涅槃 得大涅槃 这是 他的一个 第四个 无所畏惧的地方 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说 他已经正得 圆通的佛心 也就是自信 正得自信以后 正与究竟 不是一般的 文师的理解 也不是眼睛 理念上的 看到佛心 而是他的身心行为 已经纳入了 自信的轨道 所以这个见物 跟正物是不一样的 见物呢 像 初驻菩萨 到七驻 他 见到了空性 还没有见到佛心 七驻以后 慢慢的会归中道 相似的见到了佛心 初地菩萨 才测见佛心 初地菩萨 八地菩萨 才测正佛心 所以一般来说 初地是见到位 二地到七地 是修到位 八地是正到位 也叫无学到位 这才测正佛心 所以他正与究竟 起码是八地以上 正到八地菩萨 他就能够以种种 珍宝 供养十方如来 盘吉 法界六道众生 这个盘吉 法界六道众生 很重要 因为对于我们 一般的人修行 我们总觉得 我的供养呢 都要供养佛菩萨 供养 修行越好的人 我心里会踏实 这是一种 凡夫心态 也是我们供养佛 我们的相应 是跟佛相应 所以功德会大 但是对于你修正以后 见到以后的人 如果你要先供养的话呢 你一定要 盘吉法界六道众生 要能供养众生 为什么我们现在 供养众生的功德 没有佛 功德大 没有供养佛的功德大 因为我们的心 是水所缘的静 在改变 你现在如果天天 就供养一个乞丐 可能你天天跟乞丐相应 可能会跟他们相应 那如果我们心里 想着我是要慈悲 那你还好一点 跟慈悲心相应 如果你没有慈悲呢 你只是做一个好人而已 那就很容易跟他们相应 这个因为我们心 是随静所转 所以说你供养佛 供养菩萨的功德会大 那见到以后的人 他生起来的动力是慈悲 所以他要盘吉法界六道众生 他供养佛 是跟佛的智慧相应 供养众生呢 是因众生而起慈悲 跟慈悲相应 所以见到以后 修行有受用的人呢 一定要盘吉法界六道众生 寺庙里面的供佛 早晚客颂里面 二十栽供 都是要供养佛菩萨 也要供养法界众生 这就是以智慧 来引导慈悲 那么他的供养六道众生 是怎么供养呢 由于他的心力 智慧力 慈悲力 所以能令众生 求妻得妻 求职得职 求三昧得三昧 求什么得什么 又求必应 就是你只要有感 菩萨就会有应 如是乃至求大涅庞 得大涅庞 这是最终 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叫做心供不可思议 他所心的供养呢 不可思议的 因为他供养的 是以始法界 来供养始法界 此话真假呢 我们大家现在 安住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会想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财宝 我们自己拥有了多少 我们拥有了身心 对法界啊 有一个概款 那我们现在开始修行 会建立慈悲 建立智慧 建立各种功德保障 那包括五十二位的 这种心性 他的功德 都在内心当中 圆满具足 这些智慧 没有体现在外 通过修行以后 我们要把它体现出来 那么体现出来 在哪个地方体现呢 还是在始法界当中体现 拥有了我们到成佛的 这些功德 包括实力是无所谓 慈悲习舌 然后我们在成就这些功德的过程 这个功德是干嘛用的 它怎么显现 它就是在供养给始法界众生的 过程当中显现的 比如说你有没有慈悲 你对一个受苦的人 能不能帮忙 那要受苦的人在这里 才能显现出来 你一天到在家里想 我要慈悲 我要慈悲 我要对人好 结果那个人稍微不好一点呢 你就发火了 那你就没有显现你的慈悲 所以修行是什么 就是先看到自己生命的真相 然后把这种真相的功德 在你所对的始法界众生当中 妙用起来 起到一种作用 这种作用呢 使他也发现了他生命的真相 其实佛法的继承 所谓的传承呢 就是这个 佛菩萨有智慧有慈悲 我们传承下来了 我们也有佛的那种智慧 也有那种慈悲 然后我们也把这种智慧慈悲 传播给后人 传播给他人 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如果你佛菩萨是很慈悲的 结果你呢 是妄想分别颠倒是非人我 那你说我传承很坚固的 我的传承很清净的 那再清净也是烦恼 也不是清净的传承 所以 自己能证得大涅槃 所以众生能求大涅槃 也就能够得大涅槃 他这里有 如果他这里没有呢 那你就不能给他 所以我们大家自己修行啊 遇到各种状态 你都要尚于总结 不管是什么坏的状态 都要尚于总结 而且我总觉得 修行过程当中 遇到坏状态多一点 还有更好一点 因为你遇到多状态 这个坏的状态多一点呢 你以后就更容易去帮助那些 遇到这些坏状态的人 你要是没有遇到过这些状态呢 那你可能就帮不了满了 你说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就不能帮别人了 所以只有我们自己解脱了 我们才会知道 怎么让众生解脱 起码大家听了这么久的 这个人言经啊 也知道根 六根六成六十 二十五元通 起码知道了 也知道我们一定要把我直破除了以后 从这个地方才能了生死 你知道了 你要能够去做到就好了 做到了以后呢 那我们剩下来 你帮助别人也就这么帮助 你又不能给人家什么东西吃 给他吃 你养他一辈子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如果他不休闲 养他一辈子 跟养猪一样 有什么用呢 所以那个猪不是也养一辈子吗 养一辈子 给他吃完了就走了 你供养他衣服穿 给他穿一辈子 你就跟养那个宠物狗一样 那这个 现在说这个狗穿衣服 人入肚皮 这是世界比较颠倒的 冬天那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你 我们如果想要 佛法兴旺 唯一的办法 是让我们从佛法当中走过来 这是观音菩萨的一个 非常不可思议 他真正的大供养 叫做大涅槃供养 你看 财法二师 等无差别 那财师 法师 无畏师 他以无畏师与众生 不可思议 我们 在防夫分上 没有大智慧 只有大煩恼 所以呢 我们只能拿一些财去布施 等你有了大智慧以后呢 你就拿你的智慧去布施 等你有了大涅槃呢 你就拿大涅槃去布施 诸位 今天观音菩萨 你看 他在这里 你如果求大涅槃 这个观音菩萨 就把大涅槃 拿出来布施 你们要不要呢 当然要 要到了没有 你看观音菩萨 把大涅槃 拿出来布施 给我们 我们认看着 就没办法要 你说可惜不可惜 这个很可惜 所以 从这句话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不能了生死 不是佛菩萨 不慈悲 也不是没有善知识 指导我们 是我们还没有做好 接受这个涅槃的准备 没有做好准备啊 如果说你现在 这个轮回的世界 从此结束了 你干不干呢 很多人可能 就开始害怕 真的结束了 我到哪里去啊 真的结束了 你一定幻想都没有了 那些亲切朋友 恐怕都见不到你了 是不是啊 是啊 你解脱的第一天 很多人都会痛哭流涕 为什么会痛哭流涕 就是看到自己 最亲密的人 最好的人 找不到你了 因为你的思想 已经发现 已经跳跃到 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涅槃的世界 一个彼岸去了 你的那些朋友 平常在一起 喝茶聊天的 讲得特别好的 这些人呢 他还在此案 苦恼的此案 哎 他一想 多么孤独啊 哎 这个习惯 惯性的 还有一种 就是不被任何人 理解的感觉 油然而生 所以他会有一种 失落感 还是不如原来 在那里轮回 跟大家会喝酒 呃 闹闹客 聊聊天 还觉得舒服一点 现在一出来呢 这反而 成了孤家寡人了 当然 得涅槃的人 他由于有 原来的惯性 就比较 所以他会痛哭流涕 那痛哭流涕完了以后呢 他心里还是很踏实 因为他毕竟到的是涅槃 不是监狱 进了监狱那就没戏了 啊 所以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要接受 观音菩萨 对于大涅槃的 布施 法的布施 佛问原通 我从耳门 远造三昧 原心自在 应入流向 得三摩提 成就菩提 思为第一 世尊 彼佛如来 探我上的原通法门 与大会中 授记我为 观世音号 由我观听 十方圆明 故 观音明 辨十方界 这是 观音菩萨 总算把他的 跟原通法门 介绍完了 他说佛问原通 我是从耳门 远造三昧 就是耳根原通 耳根原通是远造 这个造的意思 就是 入流万索 就是我听到声音 听是听到了 把声音呢 把所有万记掉 入流 把索万掉 万掉以后 还照样听 就像灯光 灯在这里 光呢 照在我们身上 光照在身上的时候 是没有动的 那灯还在这里 还保持自己灯的样子 那我们的耳根 听到声音 听到声音 就不管它了 声音 动摇啊 都不管 然后 我们管自己 管自己 第一个阶段 有能锁吗 第二个阶段 没有能锁了 这个声音 还是如如不动 所以叫 原造三昧 原心自在 心所原 任何一个 见上 都能自在无外 通过耳根 得了原通以后 就是六根 都是原通的 那我们平常打幻想 会觉得有个幻想 很可怕 那你如果明白了 耳根原通 你就发现 你打幻想 比如说 我要想到这个手表 我想是想了 想过以后 我把所想的东西 早就忘记得 干干净净 就在想的 当时就 弯掉了 路流万说 这也是做功夫啊 所以为什么 要回光返照呢 要修止光呢 为什么参常 要在一念未生之前呢 一念未生之前 就是万念顿兮之后 就是我现在想 想打一个幻想 还没打 这是一念未生之前 那我们凡夫 不可能保持在 这个状态呢 我们突然想起来了 一想 好 这个想 我知道 我在想这个东西 马上又过去了 我要看着下一个 没想之前的样子 所以他所有的想 来了 跟他都 就像行云流水 来来去去 给你无关 所以他才能够 叫原心自在 你所攀缘的任何一个心 都是自在 没有障碍的 因路流向 得三摩亭 你看 不舍弃路流的 这个样子 这是从路流望所以后 能所双亡以后 路流的这个向 原明自在 他得的这个三摩亭 是大乘的镇定 不是一般的小乘的场地 小乘场地嘛 停在那里就好了 不去管他到底是什么声音 那大乘的呢 就是能所双亡以后 声音照样明明白白 很清楚 但是没有能所向 这里面有一个人还说 他说那个 当下一念未生 虽然所忘记掉了 所听的声音 所看的像都忘记掉 这个时候一把抓来就是了 你为什么还讲 一把抓来是一个异根呢 还有能在这里 我说你要说是也对 说是对在哪里呢 就是你能所双亡了 那这就是了 能 这是我的根吗 能所双亡了 你所听的任何一个声音的当下 都是清静的 没有任何污染 所以他是因路流向了 路流就是深流 就是六根 六成 六成一直在流动 六根追逐六成 那么在流动的这个过程 因为他没有能说 所以一切流程呢 都是阵地 所以叫不舍一法 静面如来 不舍一各法 他这样子成就菩提 这是第一 观音菩萨的 跟第一 我发现了 就像老师考学生的问题一样 你看前面这二十五元通 那些菩萨 就是讲他修行的过程 简单的讲了一下 这其中有多少功德 多少展现 多少作用 多少价值 都谈得很少 哎 观音菩萨 你看 他在这里 罗里罗说的 讲了很多 他就把他自己的 修行的境界 各种各样都讲了 是说他 罗里罗说 有罪过的 他是慈悲 看我们这个世界的 此番真教题 适合修他这个法门 所以他特别 强调了一下 那讲了这么多 说世尊啊 比佛 这古观音如来啊 赞叹我 上得元通法门 你看 其他的二十五元通 都是元通 那他这里讲的是 上得元通法门 就是这个法门 在你观音菩萨这里啊 已经是圆容自在 无懈可忌 如果你只修自己 解脱 二十五元通里面 任何一个元通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 对极施教 因众生 而起大悲 恐怕就是观音菩萨 讲的最详细的 所以他讲 上得元通法门 比其他的 比其他的 好像超错一点 这超错一点呢 实际上是针对我们 大家来说的 对 因为他对我们 就是这个根性的众生 来说的是 上得元通 如果他针对的是 另一个世界 另一般众生 恐怕他只讲 得元通法门 不见得 产生这种 比较 所以这个是一个 对极施教的说法 所以于大会中啊 授记我 唯一 观世音号 就是在 大众当中 授记 印证 观音菩萨 这个古观音佛 授记他 也是观音菩萨 以观世音的这个名号 他由我观听 十方元明 观音号 观十方一切众生的声音 观世间的音 所以在浦门堂里面说 妙音观世音 方音海潮音 圣笛世间音 他是观察世间的一切声音 然后呢 超越了世间的一切声音 是这样子 圣笛世间音 故观音明 便是方界 所以观音菩萨的这个名称呢 也普遍在十方的法界 这个观音菩萨 实际上呢 也是 佛法当中 大慈悲的 特别是大乘佛法 这个 利益一切众生的 这个代表 如果是小乘佛法呢 他对观音菩萨 还没啥感觉可能 因为小乘只求涅槃 反正你 你能求涅槃 就是个圣人 你不能求涅槃呢 那就不是圣人 这其中 有慈悲喜舌 是无量心 但他们说 小乘佛法说 这个 正罗汉 还有慈悲喜舌 修是无量心的人 是他个人兴趣爱好而已 并不是内在的德行 有高有低 大乘菩萨 大乘佛法就告诉我们 你有大慈悲的 发了菩提心 要成就菩提 见到佛性 那必须 要有菩萨的慈悲 有这样的慈悲 你才能见到佛性 而见到佛性以后呢 你的这个究竟终极的境界 就不是一个小涅槃 不是一个有住 安住在那里的涅槃 寂静的涅槃 而是一个无住涅槃 就是在一切行为举止当中 都进入了涅槃的境界 而不住在涅槃的境界上 所以前面上讲这个 求大涅槃得大涅槃 涅槃就涅槃 干嘛还叫大涅槃呢 涅槃又没有局限 又没有界限 怎么会是个大 还是个小呢 这小涅槃 就是自己涅槃 自己生死烦恼没有了 大涅槃呢 就是不安住在自己的 没有生死烦恼的境界 反而出来了以后 众生的烦恼痛苦 他都很清楚 然后呢 这中间 他自己也没有烦恼 所以利益众生 就成为必然 这是无助涅槃 就更加圆龙自在 所以光阴菩萨能够 圆心自在 能够成就光阴明 也是从根的角度来体现的 这是他的修正过程 那么后面呢 是选择圆通 这要我们等 明年正月十二 再给大家一起见面 阿弥陀佛 好 大家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专专专与佛境福 专与佛境福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菩苦 若有见闻者 多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